不问青红皂白 冲上来对着老人就是三拳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老人的孙子 在昭辉和周围邻居的阻拦下 这一家人总算给拉开了 此时老人头上已是头破血凌 孙子的态度让昭辉十分奇怪 明明是自己的亲爷爷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仇恨呢 你的爷爷奶奶怎么了 你现在房子是谁的呢 现在那个 你这个房子谁的 自己的 是你自己买的 还是说一个拆迁房得来的 拆迁房得来的 拆迁房得来的 是你从哪儿得来的呢 你爸那儿还是你爷爷那儿得来的 我爸那儿 你爸那儿 你爸的房子从哪儿来的 你这个名字不能问 我不知道 那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爸肯定是从你爷爷那儿得来的 这肯定是这样的 拆迁嘛对不对呢 很明显对于一个问题 孙子一直在逃避 那就是房子的产权到底是怎么来的 当年张老伯房子拆迁的时候 他和老伴各有四十平方米的份额 拆迁中 张老伯把自己的四十平方份额 并到了大儿子的房子里 而老伴的四十平方 则并到了二儿子的房子里 二儿子一家之所以要赶张老伯走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自己只需要承担母亲的赡养责任 父亲的赡养应该由哥哥负责 你为什么不当你大儿子那儿去住呢 张老伯说 大儿子住四楼 自己的内奸还在阁楼上 自从一只眼睛瞎了以后 爬这么高的楼很不方便 所以他宁愿住在车库里 那张老伯的大儿子 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则并拨通了老伯大儿子的电话 我是希望啊 两位老人要妥善安排好 你不能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呢 你说那个老人眼睛已经瞎掉一只了 现在你看动不动就被挨打 或者是没有水 你说你作为老大 你说你能不管吗你 你把你的兄弟啊 把你的几个妹妹要叫上啊 你们还开个家庭会啊 为你父母啊 借口要上班了啊 而据委会主任说 这家人的矛盾 他们已经调解过很多次了 各位观众 我们这个论坛呢 有很多非常难得的采访 在采访之前呢 中午啊 我们接到有的观众给我们的来信 他说尊敬的汇报团老师 非常感恩呢 你们能够到福建来 感恩主办方慈善总会 能够给我们社会大众啊 这样好的机会 他家里呢 出了很大的问题 他今年有五十岁了 这个人 他说他曾经啊 想自杀 就是因为看了这个传统文化论坛的光盘呢 所以他现在呢 就放弃这个想法 这位观众啊 是来自福清的 此地有一个福清这么个地方 那么他写了很多 我们希望啊 他这里面提了很多问题 我们希望他能够多看论坛的光盘 啊 这个生活中很多问题啊 找到了根源 自然呢 就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我们下面这个采访啊 这一家人 这一家人 儿子啊 拿着菜刀 砍自己的妈妈 爸爸和儿子呀 打得头破血流 110来了也没办法 这么一个家庭 你看父母很年轻啊 四十多岁 没器官打开 要同归于尽呢 所以我们中国老化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灭门之灾 这一家人都别活了 他们来自黑龙江省 集齐市 听了论坛呢 才有改变 我们这个采访啊 下面就开始 大家来听一听啊 任何灾难 都有它的根源 都有它的种子 我们各位手里 有没有这样的种子 那如果有啊 那太可怕了 很有可能 同样的种子 就是同样的结果呀 我们下面呢 先来采访这个爸爸 他是一个 普通单位的汽车司机 这个妈妈呢 是个下岗职工 儿子在家里待业 我们先来问问呢 这个做爸爸的一家之主啊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 大家见过土匪吗 过去我就是 因为我在二十年 没干过言事 吃喝 聊 赌 偷 打架 我先说说偷 我是一名厂里企业司机 我上班以后呢 除了工作以外 眼睛就像狼一样 两只眼睛冒着绿光 专门到各个车间呢 去看哪里有废钢废铁 然后找机会下车 把这个废钢废铁 装到我车里呢 拉到外面去修账 然后呢 拿到这笔账款呢 进行吃喝聊赌 不干银事 我们来问一下 偷单位里的东西 偷了多长时间呢 整整二十年 偷了二十年 那么 别看呢 是开车的司机 他喜欢喝酒 有的时候 一天喝八顿酒 喝完酒之后 我就打架 打到最后 人家 拿着枪 拿着刀 跑到他家里去 要报仇啊 对着他太太的脑袋啊 你看他这个做丈夫 我们下面就来问一下 他在家里边 怎么对妻子 怎么对孩子 因为长期在外喝酒呢 回家以后 挑我的爱人的毛病 他做的饭和菜呢 不是闲了就是淡了 不是远了就是硬了 我爱人不敢还嘴 还嘴的话 我仗主我就骂 举手我就打 然后对孩子呢 也不懂得教育 孩子背着司花放学 回家以后呢 不敢见我 见到我以后 我就问他 学习什么情况 他说学习能跟上 我就能放过他 假如学习说跟不上 我就这一脚 我就顺这个门里呢 就给他踢到阳台外面 因为我要是一龙 这个爸爸自己讲啊 他是一个土匪丈夫 我们再来采访 他在家里边 怎么对父母啊 怎么对兄弟姐妹 我们今天上午讲了五轮呢 人跟人怎么相处啊 你先不要说别的 你会跟父母相处吗 长辈晚辈会不会 兄弟姐妹 第三个夫妻之间会不会 上下级单位里 你会不会做 会不会做下级 会不会做领导 会不会做朋友 起码做人五种 最基础的身份 我们下面来问一下 在家里对父母 对兄弟 我在外面打架的次数呢 我就不说了 太多了 我也记不住 回到家里呢 对我的家里呢 也不放过 尤其对我的二哥 我二哥有病 有一种病叫精神病 一种叫颠间病 我对他呢 也不放过 喝酒喝多了以后 回家呢 因为一句口酒 我和我的哥哥动手 我就打了起来 然后呢 我把我哥哥 打到地下以后呢 就是说 用他的头部 往水泥地上磕 磕了大约 能够二十多下 然后把我哥哥 就给磕昏了 磕昏了以后呢 我就走了 大约半小时以后 我阿姨给我打船呼 说你赶紧回家 你的哥哥到咱家来了 我已经坏了 我就赶紧打船回家 到家里一看呢 看到我家 前后再多的呢 被我的哥哥 全给砸碎了 这个时候 不知道谁报的警 来了很多警车和警察 然后往我家屋里呢 打吹铃弹 打了大约三十多发 吹铃弹的时候呢 我的哥哥也没有出来 最后我的母亲 对警察说 你帮他身上打枪吧 就即使打死了以后呢 我们家也不责怪你们 这位警察一看 实在没有办法了 往我哥哥身上打了三枪 头一枪打到手腕的 这个手腕的打完以后呢 当时这个手腕的就折了 然后打到肚子上一枪 后背上一枪 当时我哥哥就昏迷了 这个警察就会把我哥哥拽出来以后呢 拉到医院去抢救 因为我哥哥 被弟弟打完以后呢 长期的怨恨 不到一年呢 就去世了 然后我说说我的母亲 我对我父母呢 是大不秀 我就是一个活处上 二十年没给父母买过一点好吃 没给父母做一顿好饭 然后哥哥跟我哥哥打仗呢 把我哥哥打死 就去世以后呢 我的母亲也是 因为我哥哥去世以后呢 我母亲也是非常的怨恨 怨恨哥哥打打架 结果把哥哥给气死了 我的母亲呢 不到一年呢也去世了 这是我对我的父母呢 非常非常的不孝 这么多年呢 有没有给父母买过一些东西啊 孝敬他们呢 从来没有过 那么对朋友 对周围的人呢 花了不少钱 对 有个小品叫不差钱 我也不差钱 我对谁不差钱呢 我对我的领导不差钱 我对我这帮胡奔狗友不差钱 然后我对我的父母呢 就差钱 我这帮领导哥们想去吃什么 我就等他去吃什么 我对我的父母呢 没做到一点消息 说我父母想吃什么 我根本就没做到 我就是个畜生 我们大家听到啊 你看这个一家之主 这个爸爸 他在家里不孝顺父母 兄弟 他是一个打哥哥的人 夫妻两个人结婚 他骂自己的太太 打自己的太太 他在单位里边 长期的偷东西 这不是好员工啊 对朋友 他跟大家在一起 吃喝嫖赌啊 这是最不好的朋友啊 五轮你看这个人都是相反的 有人就说了 那能怎么样 我就不会做人了 能怎么样啊 没怎么样 四十刚出头啊 灭门之灾啊 那反作用力啊 不是说没有报应啊 所以很多人不以为人 我有钱就行了 人不会做了 人轮违背了 你天天做违背人道的事情 哎 那个反作用力很快就来呀 啊 五轮 我们听到了 这个丈夫啊 全部是相反 我们再来采访这个妈妈 啊 她怎么会啊 嫁给这么一个土匪丈夫 啊 怎么会嫁这么个人 我小的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贪图享受 爱慕虚荣 自私自利的一个人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时呢 我处对下呢 不是看对方的人品 我看中的是物资条件 那个时候呢 我看上丈夫家有楼房 因为我娘家当时是住平房 烧煤又脏又累 我喜欢享受吗 还看上婆婆的权利 婆婆是一个工厂的厂长 还当过企业的经理 我以为她家没有钱 就嫁给了我的丈夫 结婚以后呢 发现丈夫的脾气特别的暴躁 还经常的喝酒 我们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经常把天翻地覆的互不相让 结婚三年呢 我们就离婚了 弟子规里边教过我们这么一句话 物产妇物交贫呢 什么叫物产妇呢 别人家有钱 有地位 有权利 你不要巴结人家 不要产妹 这叫物产妇 物交贫呢 人家是贫困的 穷苦的 你不要很骄傲和傲慢 看不起人家 这个是骑马的人道 你看 这个老师啊 他在家里 没出嫁的时候 你看他看到对方有钱 他就巴结人家啊 他还以身相许啊 还嫁给人家 完全违背弟子规 完全违背人道了 违背人道 你的灾难就来 这不说了吗 结婚刚三年 离婚了 你巴结人家 你产 你产妹 准有下场啊 准不好啊 谁造成的 你造成的 什么原因呢 不懂得自然规律 不懂得人道啊 这个我们大家听到了 离婚之后 那么带着孩子啊 去这个娘家是吧 对 我带着孩子呢 就住在了我的妈妈家 在离婚近两年的时间里呢 我的丈夫恐吓我和我的家人 丈夫当时的目的就是想要和我复婚 我呢 很害怕 就带着一种抱和怨恨的心理 非常不情愿的呢 就领着孩子和丈夫又回去呢 继续过日子 回去以后呢 我们是打得更加的厉害 只要丈夫一打我呢 我就把我还打不过他 还想抱负 我就把所有的怨气 全部撒在了我的公公身上 这个当时啊 是被迫 回去了 对 等于离了婚之后啊 被迫又在一块生活 对 那天天打 天天 我们打的是更加的厉害 比以前打得更凶 丈夫打你 你怎么办呢 我打不过他呀 我还生气 还想抱负他 我就把所有的怨气呢 全部撒在了我的公公身上 只要丈夫一打我 一骂我呢 我就给我的公公打电话 不管是几点 哪怕是半夜呢 我也要打这个电话 我是喊着和公公说话的 我说你赶紧上我家来一趟 我还说了一些呢 极其难听的话语 公公来了以后呢 我就对他说 你快点的 把那个桌子 给我抬到这边来 椅子放在这边来 其实就是没有活呢 早活 知识公公呢 给我干这干那 他边干活 我还边训刺他 我说你不要指望我养你老 我不会管你的 你儿子打我 你就得上我家来 给我干活 当时呢 看见公公在那干活呢 我心里感觉 特别的解气 报复啊 大家听到这 我们可千万不要 把它当成故事听啊 为什么呢 这里边有很深的道理 也很简单 好懂 你看这个丈夫 你不是欺负妻子吗 你打他骂他 你不知道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吗 你不知道有报应吗 丈夫打骂妻子 反作用力啊 就是这个妻子啊 去报复他的公公啊 哎 这就反作用力 大家听明白了吧 你这个丈夫打到最后 就跟打自己的爸爸是一样的 这是反作用力啊 哎 这个妻子 他也没学过传统话 他不知道啊 你这么对待老人 也有反作用力 也有报应啊 我们听一听 他折磨公公的时候 他丈夫做什么 当我阿姨 折磨我父母的时候呢 我是绝对不能摇着他 我第二天到他父母家去了 把他家前后二的玻璃呢 全给砸碎了 然后家的 包括邻居家的玻璃 也给打坏了 我们大家听到了 夫妻两个人打 你看很多人 很多家里都是这个价值观的 那父母在后边支持啊 你就跟他打 你跟他吵 他要是再给你那什么的话 你回妈妈家来 很多 做妈妈都这么讲 做爸爸这么讲 错了 夫妻两个人打 都有反作用力啊 最后都作用到 反作用在 报应在谁头上啊 自己父母的头上啊 哎 你看 这个丈夫的爸爸妈妈 被妻子 被儿媳妇折磨呀 这个 妻子的父母啊 被女婿折磨呀 什么原因呢 夫妻打呀 不就这么简单吗 所以很多人现在就 我们就是要 维护女子的权利 维护她的权利 你维护 你用这种方法啊 最后就是家破人亡啊 绝对不会错 有报应啊 那个反作用力 在父母 你自己也跑不掉啊 我们下半期来问 先问这个丈夫 她这么多年 你看吃喝嫖毒 是吧 跟家里人 五轮她都败坏啊 她的反作用力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东北人呢 讲究大碗喝酒 大块石油 那个时候 为学传统化呢 我也不知道吃东西 还能吃素病呢 我37岁的时候呢 就得了脑血素 左半身呢 干脉就不能弄了 大约将近八个月 花了很多钱 才恢复过来 这些年呢 心脏病 高血药 然后腰间盘 突出手术 这个反作用力呢 在我这个身上 体验的事情太多了 半边身子都麻掉了 对 走路走着走 能把别人撞到一边去 她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脑子坏了 整个脑神经坏掉了 不是没有反作用力啊 刚才